当地时间15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罕国宾馆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举行中俄猛三国元首第六次会晤 习近平指出 中俄猛三方合作 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发展韧性 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但三方合作的脚步从未停歇 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 我们携手抗疫 第一时间相互持援抗疫物资 毫无保留分享抗疫经验 共同守护三国人民生命健康 我们开展云交流 保持交往热度 民心相通纽带更加紧密 我们积极开展边境地区 联防联控合作 促进经贸往来稳定顺畅 途经三国的跨境运输亚洲公路网 推进成效显著 习近平就推进中俄盟合作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牢牢把握三方合作的正确方向 深化政治互信 加大相互支持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照顾彼此重大关切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 二是提升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合作 共同打造应对风险挑战的合作平台 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平台 三是落实好中猛俄经济走廊建设 以达成共识 推动毗林地区不断深化经贸 人文旅游等领域合作 继续为三国工商界搭建高质量交流平台 四是培育三方合作更多成果 支持扩大相互间贸易本币结算规模 欢迎俄罗斯和蒙古国更多金融机构 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助劳地区金融安全屏障 普京表示 俄中猛三方合作成效显著 具有明显互利性质 为彼此关系发展增加了附加值 三国作为近邻 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全面巩固推进三方合作 因鼓励支持三国企业家 加强交流合作 推动交通 物流 跨境运输 能源 高新技术 旅游 人文等领域合作 取得更多实质进展 呼日勒苏赫表示 发展同中俄两国木林友好合作 是蒙古国外交首要方向 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 加强蒙中俄三方合作尤为重要 蒙方愿同中俄加强沟通 促进双边和三方在贸易 投资 环境 能源 铁路 旅游等领域合作 都取得积极进展 三方确认建设中盟俄经济走廊 规划纲要延期五年 正式启动中盟俄经济走廊 中线铁路升级改造和发展 可行性研究 商定积极推进中俄天然气管道 过境蒙古国铺设项目